今天很多人都跟我說,風Sir我沒有記性,怎麼算好呢? 今天我就來到公園這裡跟大家做一個即場的分享 教一些聯想的記憶方法,希望幫大家改善一下記憶力 看看可不可以記到一些毛利拉加的東西,我們馬上去吧 不過我現在就給你一個挑戰的,這裡有十樣東西 我想你嘗試用一個故事的形式,聯想,做一個誇張的故事出來 真的要有這麼誇張,就這麼誇張 魚蛋就彈到美人魚的口中,然後原來是炸彈 炸彈炸爛了馬桶,然後炸掉一些拆架出來 然後拿一塊飛色的拆架去拆街燈 街燈呢?上面有個多屎龍掉下來 多屎龍噔一噔一聲就變成富士山 然後有個雪球變成雪人 然後有個雪人變成西瓜 OK,你都彈了很多東西 究竟你彈一下彈一下又記不記得十樣東西呢? 我們嘗試考一考你了 第一樣開始,說出來 魚蛋美人魚 炸彈 馬桶 賊狗 芥燉 多屎龍 還有富士山 雪人和西瓜 好,我們嘗試家長的作故事能力有多強 嗯… 那… 然後有炸彈 然後怎樣去拆架 多屎龍就… 富士山當然是有雪人 OK,那媽媽這個故事呢 夠不夠誇張令她記到呢? 第一是… 魚蛋 哪個真的忘記了 嗯… 桌燈 焗爐 廁所 有個膠拆 然後就… 真的忘記了 人的記憶力和想像力是孖山兄弟 所以通常你越作得誇張一點 天馬行空一點 你的記憶都會越好一點 小朋友見你骨格蒸奇 送一本武林秘笈給你好不好? 好… 好… OK 那祝你記憶力爆燈 好… 好… 好…